净听说您会念经了 我们可没听说您会打仗啊 这要是到了前线 您要是打了败仗 顶多算咱们大清国是窝头分个 陷了一个大眼 您要是跟明英宗似的 让人逮着或者给弄死了 这咱们大清国满朝文武 朝野上下的 那就都耗子踩电门 抖了手去吧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这历朝历代的皇帝啊 和自己的乳母 关系啊都非常的微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啊 不用我过深了解释 您想想这天启皇帝 和克什之间的微妙关系 您就能想象得到 尤其是清代 这皇帝呢为了必斗 刚一生下来啊 就和自己的亲妈分开了 所以呢 清代所有的皇帝 都是被自己的乳母 保姆拉巴大的 有很多人都认为啊 这皇帝的奶妈啊 肯定就是一位 其实不是啊 有一位奶妈呢 专职照顾皇帝的起居 其他呢 还有几位备选的奶妈 这为什么还有备选的呢 您想啊 如果您这奶妈子 今天不舒服 感冒发烧 流鼻涕 那么您这奶啊 今天是官不能够 给皇上再用了 要是感染这奶妈 对皇上啊 照顾的体贴入微 再加上这皇上呢 又是宅心仁厚 知恩图报 就会对这个奶妈子啊 施以厚恩 身前身后啊 享受巨大的荣光 您就比方说 这天启皇帝的奶妈客室 还有呢 在北京的大兴县呢 有一座 堪比王爷坟的奶妈坟 这就是雍正皇帝 如母谢氏的墓园 在青东陵 陵园的东侧 马兰宇的东山脚下 有四座宝姆的园寝 虽然规模都不小 但是啊 这些墓园 还算不上 园寝的标准 只能算是园墓 那么这些都是 谁的园墓呢 他们是啊 凤圣夫人 右圣夫人 左圣夫人 宝圣夫人的园墓 这其中呢 有三位 是顺治皇帝的保姆 有一位 是康熙皇帝的保姆 今天呀 咱们就先聊聊 这右圣夫人的墓园 这右圣夫人的墓园啊 在马兰玉东的河东 北园子 九泉山下呀 坐东朝西 她的墓园 为什么坐东朝西呢 因为在这座墓园的正对面呢 就是顺治皇帝的孝陵 皇上把夫人埋在这的意思啊 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一抬头 就要看见自己这位保姆娘 在顺治朝所有的保姆当中啊 我看和皇帝最贴心的 就得说是这位右圣夫人李家世了 您听了吗 她是李家世 实际上啊 她是姓李 是汉军八旗 这汉军八旗的汉人啊 被抬集以后 就会在汉姓的后边加个家子 原本呢 是赞赏有家的家 在这里呢 他们用的是嘉庆皇帝的家 不过一个意思啊 有人说 这清朝的妃子姑女里 她有汉人吗 哎 您理解错了 她有 她不是没有汉人 这个规定是说呀 不是奇人女子 不能进宫当差 您别忘了 她有满八旗 猛八旗 还有汉八旗不是 无论是从起居住 还是宫廷的 都不会对保姆啊 有过多细致的描写 那么我们从哪儿 才能看出这顺治皇帝 和这李家世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的呢 顺治17年的12月 李家世啊 并故了顺治皇帝 下了一刀御址 从这刀圣旨里啊 就能看出顺治皇帝 和自己的这位保姆 不一样的感情 在圣旨里啊 首先肯定了李家世 对少年时期的顺治 照顾的非常细致入微 他怎么细致入微呢 这顺治皇帝 夸奖李家世啊 非常的细心 既不让自己饿着 也不让自己吃撑了 这穿衣服呢 既要穿的暖和 也不能穿的过多 原话是说呀 近时必积保事宜 上衣必温寒应厚 在皇上身边 言行之得体啊 既读书名理者 未必过世 也就是说呀 那些识文断字的 六部大臣们呀 也不见得 在礼术方面 能胜过李家世 既然咱们聊到这道圣旨啊 咱们就不得不多说一句 这道圣旨里啊 有一句话呀 挺耐人寻味的 圣旨中提到啊 摄政王执政时 皇太后与朕 分宫而居 美京 累月 方得一见 也就是说 多尔滚在执政的时候啊 对这太后 和这个皇帝 一点也不好 好几个月呀 才让这娘俩 见上一面 所以啊 后来 顺治把多尔滚 刨坟录尸 不是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我们要多说 这么一句呢 因为像这种 颜值凿凿 文字 佐政 多尔滚 和顺治皇帝 两个人之间 关系的文字啊 并不多见 所以呢 我在这儿啊 就念给您听听 咱们呀 还是回到正题 继续说呀 这顺治皇帝 跟着李家世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件大事 体现了李氏 在顺治皇帝 心中的地位 那是顺治16年的时候 这郑成功啊 不安于 在台湾岛待着了 于是就率领 自己的水师啊 攻打了江宁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北京城的顺治皇帝 不但要派兵征讨 并且呀 提出来要御驾亲征 这些个王公大臣 六不九卿啊 照了照了 自己这位皇上老爷子 心就想了 竟听说您会念经了 我们可没听说 您会打仗啊 这要是到了前线 您要是打了败仗 顶多算咱们大清国 是窝头风个 陷了一个大眼 您要是跟明英宗似的 让人对着 或者给弄死了 这怎么大清国 满朝文武 朝野上下的 那就都耗子踩电门 抖了手去吧 大臣们就得紧着劝呢 皇上皇上皇上 咱们直播档子啊 直播档子 就这么一个小毛贼 您派个大将去就行了 哪就犯得着 您御驾亲征了呀 您听着 弗林的名字叫顺治啊 他可不是什么顺毛驴 你是越不让我去 我是还非得去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呢 抽出自己的佩剑 一下子就砍翻了御驻 这下啊 大臣们没辙了 不但大臣没辙 连着孝庄皇太后 也没辙了 就在大伙都团团转的时候啊 这孝庄皇太后 也起了非智了 哎 他突然想起李家氏来了 不如啊 让这李家氏去说说看 至于这李家氏啊 进了宫以后 跟皇上说什么来着 这咱们不知道啊 也没有记载 反正啊 这皇帝啊 最终是没有御驾亲征 李家氏 忽视以后 就在皇帝啊 给他写了一刀圣旨之后的13天 没想到啊 这顺治皇帝得的天花 突然间的就离世了 因为时间上过于仓促 礼部还没来得及 给李家氏啊 拟出任何封号 所以也只能 按照顺治皇帝的遗愿 把李家氏 埋在了东陵的附近 这也算是给皇帝荣光陪葬 这李家氏死了以后啊 他的丈夫满独李 也有书上记载啊 这个人叫满达李 都一样啊 都是一个意思 他本来就是满洲人 满族的名字 一阴一成什么样 关系并不是很大 这满独李呢 以二等哈达哈哈藩的身份啊 在东陵给顺治皇帝守陵 哈达哈哈藩 翻译成汉族的爵位 就大概和轻车都尉差不多 要说这老哥呀 他也是一位 克尽职守的好奴才 对待工作呀 就像现在 各陵头上的文管员一样负责 不开放陵寝 不让进 不让看 不让拍照啊 被康熙皇帝多次赏赐啊 赐丢球 赐造靴 赐马匹 死后呢 就和幼圣夫人一同 埋在了东陵的马兰玉 您看这就一座坟头了吗 他们是同血而葬啊 康熙六十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啊 到孝陵去拜业自己的父亲 李家世的儿子 就借此机会 恳请皇帝 给自己的母亲 加以封号 这康熙皇帝 琢磨呀 是这个灵 要不是顺治皇帝死的突然 这李家世的封号啊 可能在顺治朝 就已经定下来了 于是 下旨封李家世 为幼圣夫人 在这肥营地啊 就立了这两块 龟福大碑 这大一点的呢 自然是丈夫 满独李的墓碑 这小一点啊 就是凤圣夫人 李家世的墓碑 有人来到这啊 就会问了 不是说这李家世 和顺治皇帝的关系 是最铁吗 那么为什么 人家其他的保姆坟 都是夯土宝顶 这为什么 是一座土秋坟呢 要不然 就是这夯土宝顶 被毁了吗 哎 还真不是您想的那样 这李家世的坟呢 是青东陵 四座保姆坟中 最老的一座 在顺治年 还实行的是 火葬 土秋坟掩埋 您还别说李家世了 顺治皇帝 和董厄妃 生的那位皇子 早幽以后 埋在东陵附近 他也是土秋坟 就连沈阳 昭陵后边山上 埋的皇太极的那些妃子 也同样都是 火化 土秋坟 顺治皇帝 虽然住的是规模浩大的孝陵 但是啊 尸体也是被火化后 装入宝宫 安葬在了地宫以内 所以啊 这右圣夫人 是一座土秋坟 是完全合乎清出的葬制的 这并不奇怪 青东陵附近的这些陪葬墓园啊 以后 咱们还会逐个的细细吱吱的聊聊 无论您对谁感兴趣 您就留言区啊 告诉我一声 我就叮巴叮巴的 跑去实地拍摄 然后回来啊 把故事讲给您听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长按点赞 是明天准见 得嘞 今儿就到这儿 咱们明儿见 cumulative 别后生了 更新下去的 我们onna 那 되고 esta 我们下一个